支持者激情呐喊宣总统超过10秒钟 郭台铭不停尴尬指着主持人徐巧新 便白手制止 因为徐巧新曾说 只要郭台铭脱口独立参选就当场离奇 但这并不代表郭斗没有总统梦 不能说说而已 我如果多说了 等一下主持人就走了 我怎么办 我在这里只能说说 我找机会 适当的时间 详细的再跟各位说明好不好 今天不说了 想选的心什么都不必说 炮口直接在对准线上参选人 副总统赖清德华尔街投书 和平四处理论是原木求鱼 赖清德不愿意放弃台独主张 就是台海稳定与和平最大科的定时大战 动机不纯正 目标不明确 方法不可行 再呛执政党把台湾变成亚洲弹药库 台湾不需武力护台 改抛郭董武力 技术力 经济力 执行力 购买和竞争力 重申只要两岸 重启对话 就不会发生战争 如果真打战 我的私人飞机就改成军用的 好不好 给前线送物资 不忘展现私人专机 超能力 加码预告自己 8月23号当天要去金门 要抽出北中南参加演讲民众 开箱郭董专机 同游金门 又让支持者嗨翻 抢声量 抢曝光 台湾阿民 下一步动向未知 只能确定会继续在 2024萨卡都选战剧本中 扮演关键角色 我伤在这里 实在这里 仗也仗在这里 大花花瓶 要将未来 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奉献给我 生我 养我 育我的台湾 基金文 杨陈佑 台湾报道